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种情况下 幸亏出现了一批忠臣良将 比如岳飞 他率领岳家军外抗金兵内荡流寇 使得南宋王朝终于迎来了中兴复古的新局面 中国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兴继胜南宋丰物观止特展 通过精心挑选的五百件文物 为观众复原出一个鲜活生重的南宋社会 展览中的岳厄王宴超首饰端宴 靖康元年李刚志明文简 中兴复古香饼 和修内斯明弦桓虎 以及一组南宋青铜礼器 为我们呈现出岳飞抗金 宋金合一之后 南宋王朝力求中兴复古的新气象 南宋王朝建立之初风雨飘摇 内忧外患 中兴之路可谓困难重重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一度启用力主抗金的李刚为相 福建博物馆收藏的这把靖康元年李刚志明文简 就与这段历史有关 在抗金过程中 涌现出一批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 比如浙西制制史韩世中 在江苏镇江金山一带截击撤退的金兵时 以八千精兵把十万金军打得落花流水 狼狈而逃 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兴四将图 据传是南宋画院代照刘松年所作 图中绘制了南宋初年四位著名抗金将领的画像 依次是刘光氏 韩世中 张俊 岳飞 四人中岳飞最年轻也最杰出 韩世中在金山截击金军时 二十七岁的岳飞带领着新组建的岳家军 活跃在太湖流域一带 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言明 骁勇善战 沉重打击了南清的金兵 岳飞料定金军北返 必定经过建康 也就是南京的时候 于是埋伏在牛头山以疫代劳 果然 金兵如期而至 他们拎着抢来的金银细软 在势如蒙虎一般的岳家军面前 惠不成军 落荒而逃 岳飞成胜收复了建康 并将长江以南位极渡江的金军扫荡一清 取得了宋金战争以来最为辉煌的胜利 捷报传到宋高宗案前 宋高宗异常惊喜 很快就提拔并接见了岳飞 宋高宗赏赐给他一面 金中岳飞的军旗 同时还要在临安建造府地送给岳飞 岳飞接受了军旗 却推辞了府地并解释说 敌未灭何以家为 赵构也不勉强态度平和地问岳飞 将军觉得怎样才能消灭金人 天下太平呢 岳飞正义凛然地回答 文臣不爱钱 武臣不惜死 天下太平已 岳飞的慷慨与气节 得到了宋高宗的赞许和信任 此后岳飞大展拳脚 迎来了人生中的辉煌岁月 随着战事的节节胜利 岳飞北定中原 环渡开封的梦想愈加强烈 他连续上书建议出兵北上 收复中原 岳飞的建议得到了宰相赵鼎的支持 公元1134年5月 岳飞 钧 前在康处 前在康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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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